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BNO的5加1簽證 將會在兩天後 即是31號的時候 正式開放申請 相信不少人就已經是引頸以待 不過林鄭就不是這樣看 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林鄭今天接受了彭博的訪問 對於英國向BNO持有人 提供移民當地的條件 林鄭就指出 說他看不到 有很多香港人希望移民到英國 表示尊重任何人希望離開香港的決定 並且指出 特區政府是需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 他又說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 即是NHS 現在正面對著很大的壓力 實際人家面對多大壓力 就不關你的事 麻煩你先顧好香港的情況 是不是 你自己都沒顧好 去顧別人 還有就是 他說看不到有很多香港人希望移民 實際你接觸得到多少 基礎群眾 往往包圍著你林鄭那幫人 無論你去跟他開會 見面 非富則貴 全部都是達官貴人 如果不是在做官那幫 大部分人他本身就已經有外國護照 那他用來移民嗎 是不是 拍拖子就可以走了 至於你說做官那幫 由於 法例規定他不能夠拿這個外國護照 那些當然不會走 所以在你接觸那幫人當中 你說見不到有很多香港人希望移民 就只是表示你離地 老實說 你不如出去接觸多些民眾 聽一下他們的聲音 很多人就算 他不是斬釘字鐵 說一定要走 有很多人心底裡 其實都有考慮過 盤算過 至少有一刻就動過這個念頭 當然 最終有多少人走 這個就是後話 但是 林鄭說見不到有很多香港人希望移民去英國 到底他說這句說話 背後有沒有數據支持 還是純粹是他一己的印象 似乎就後者居多了 在過去一年 沒有廢大流行 林鄭本身下區的時間已經少了 過去一年更加不見了 是不是 如果有你就指證一下 到底他聽到有多少民眾的聲音 一味就說看不到 那當然是看不到 整天躲在冷氣房 把防疫和抗疫的糞便出來 你都沒有接觸民眾 看不到 林鄭還說 今年的經濟 很大機會出現增長 出入口數據 在下半年 都有改善 是復甦的跡象 當人流限制解除 零售和餐飲業的消費就會上升 但是特區政府仍然是需要刺激就業 他這句說話 即是等同於承認了 你的限聚令根本就是在破壞很多行業的經濟發展 人流限制解除 你想什麼時候解除 現在解除都可以 你自己搞出來 限聚令 你搞到很多行業沒得開工 很多從業員 現在就叫做停薪留職 那個時間比沙士還慘 沙士停薪留職 只是三幾個月 現在有些行業差不多一年了 搞了這些限聚令 你自己也承認過是沒有科學基礎 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不如索性解除 反正你自己也認為人流限制解除 就會刺激到部分行業的消費上升 你應該要做 又不做 你等了什麼時候 一美就只懂得在口中叫清零 我真是想問 如果你一輩子都清零不了 你就一輩子都搞限聚令 是不可行的 還有 差不多過年了 今年沒有了氣氛 你那些專家 一美懂得叫的 市民 不要到處去拜年 這樣那樣 好啊 不拜年不要做室內活動 之前有些市民去大堂欣賞 紅葉 流水在那裏欣賞一下郊外的景色 那些地方都很凶曠的 陰光 是不是 還有市民都戴口罩 沒有脫罩 亂噴口水 有些專家都不值得他的 就說去這些人多密集的地方又不行 麻煩你體驗一下那些市民 你那些人當然不知道 高身口腦 很多市民回家對著四鳳牆 是很厭門的 你要體驗一下 那個情況 整年不能去外邊旅遊 已經是有些人的心理很壓抑 你還說不讓他去郊外欣賞警示關你 什麼事 是不是 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一個人走去行山而感染得到武肺 我真的沒聽過 你那些專家一美叫人 不要去這裏 不要去那裏 你這家屋夠大 不要去 你要體驗一下民情 才行 好了 跟著又再講一下林鄭 他又接受了CNBC的專訪 他又說了一件事 說 有些美國國會通過的法例 以及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 就會影響到香港營商和個別人士 包括他自己在內 即是被制裁的 那樣 不過他就說對於新一屆的美國政府就持樂觀的態度 希望今屆的美國政府 會就著港區國安法給他一個公平的申辯機會 我又不明白 給什麼公平申辯機會 去年你接受官媒訪問的時候 就曾經說過 所謂的制裁對你個人而言 就造成了有點不便 但是意義就不大 但是你還強調自己受到了中央政府的信任實施 港區國安法 因此而感到光榮 喂 你感到光榮 還有你說 你會繼續有信心來到他工作 絕對不會被制裁嚇到 那就行了 那為什麼還要去美國申辯什麼 請問有什麼申辯 你不想被人制裁 還是怎樣 你被人制裁你不可以入境美國了 那你怎麼申辯 還是通過視像的形式呢 但是究竟這樣做得不可以 別人聽不聽你電話的 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最後他就被問到會不會敬續連任 他就拒絕回應 他只是說 我只是想安慰自己 很多女性都被安排到去做一些最困難的工作 而我剛剛好就是其中之一個 實際上你的工作困難是很正常的 你做一區的行政長官 你做最高領導人 是不是 容易做 就不需要你做 是不是 你那時候出多少薪 你四十一萬六千五百元一個月 你一天是說多少錢 是一萬三四元一天 你知不知道香港的打工子女 每個月的入息中位數是只有一萬九千元 你做一天差不多等於別人做一個月的事 你計算一年那條數 你做一年東西 等同於別人做了二十一年 真可憐 你那份工作 又說難又說這件那件 你又繼續做 是不是 那麼辛苦 你做得這份工作 你就吃得鹹魚抵得渴 吃什麼才行 有人可憐你嗎 你做一年等於別人做二十一年 人生有多少個二十一年 請問 你做五年等於別人做一輩子 我告訴你 你五年行政長官 任期是 就算你不連任 你等同於別人做了一百年 你做五年 你做五年 你還想怎樣 還在說這些話 你根本上做到這個位置已經是很幸運 還有什麼好慎 浪費 然後我們就看看 中國外交部今天又回應了關於BNO的議題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中方已經是多次表明了嚴正的立場 指出英方違背承諾 一意孤行 反覆炒作BNO護照的問題 干預香港事務 干預中國內政 到頭來 只會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趙立堅重重申 對於香港的光明未來充滿信心 任何勢力 任何情況 都動搖不了 中國政府 和人民 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和反對外部干預的決心和意志 他就說英國是搬石頭 砸自己的腳 實際為人家 吸納香港的移民 不僅是吸納人才 那麼簡單 還吸納資金 對於英國的勞動市場來說 是一個優勢 怎麼會是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所收的那群不是低端人口 現在可以去英國 全部 他都有差不多的經濟條件 就算你說很年輕的那群 可能他的經濟條件不是那麼充裕 但是 他又有差不多的 文化水平 又是優勢 所以我就看不到 為什麼英國會變成 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那些是重要的資產 不僅是錢 人也是重要的資產 那到底大陸會不會推出一些反制BNO的措施呢 我相信到下個星期就見真章了 因為當這個5加1簽證是開放申請的時候 英國方面就會公佈更多的條件或者要求 我相信大陸方面也會有些回應 只不過上次那個 人大的加開會議沒有說到 這個原因 我又不相信他說 下放那麼多風是會不動 只不過他動 他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動 包括他說 簡單如 說不承認這個BNO護照 使得大家不能夠再拿著BNO護照回大陸 或者是 入境香港 諸如此類 那麼這些都可以是一個反制措施 這是比較溫和的 取決於究竟 大陸是想 強硬一些 還是 叫做 擺個姿態 我又不相信他完全沒有措施 因為他說過很多次 但是 無論他有沒有措施 對於那些心意已決的人來說 有沒有這些措施都沒有什麼分別 我甚至乎在網上看到有些人說 他準備申請5加1 他就移得反制力度再強一點 越強就對於這班人越有 甚至乎你說 他一申請了5加1 你就取消了他的中國籍 他就可以直接轉為BC 他何樂而不為了 他都想走 所以 看看怎樣 下個星期就會見真章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